赫申国中棒球队今天上午在县补表演棒球舞 为2017第一届曾基恩杯全国青少年锦标赛记者队揭开序幕 曾基恩是屏东县内浦乡人 曾多次领军中华青少棒、青棒及成棒代表队参加国际比赛 多次获得优异成绩 并为国家培育出许多知名棒球选手 棒球界人士都尊称他为台湾棒球支部 为感谢他的贡献 政府曾颁发二等锦辛勋章 为体育界最高荣誉获得者 贫农县政府为了纪念曾基恩的杰出事迹 征询曾教练家人同意 今年特地将每年举办的县长杯棒球赛 更名为曾基恩杯全国青少棒锦标赛 我们为了纪念曾基恩先生过去在屏东棒球界 台湾棒球界的贡献 所以特别我把县长杯的名字改成曾基恩杯 而且是广邀各个县市里面的青少棒的队伍 那这样未来会变成屏东常态性的 只要是青少棒都会全国性在住在屏东的 这样的一系列的球赛 潘蒙安表示曾基恩杯全国青少棒赛 扩大至全国层次办理 广邀全台各县市参与比赛 除增加选手比赛经验与基层棒球交流的机会外 也希望透过举办全国赛事的过程 将曾基恩的棒球魂精神流传下去 更多的这个球赛经验会累积更多的团队默契 或是个人球技上的精进 这些都需要透过比赛 不断的比赛 不断的磨练 才能造就一个优秀的这样的球员 所以特别在这边呼吁我们屏东的县 乡亲到我们的球场 为我们来自全国各地各县市的青少棒球 包括我们在地的屏东七个队伍的青少棒球员 给他们喝彩加油打气 我们为我们这七所学校的孩子加油 曾基恩杯全国青少棒锦标赛 10月5日将于屏东凌落运动公园内棒球场开打 比赛至10月8日结束 为期四天的赛事 全国青少棒好手共识九支队伍齐聚 一较高下 屏东县派出恒春 光春 高泰 贺深 中正 离港 林洛国中等七支队伍参赛 县府欢迎乡亲利用假日前往现场感受热血棒球魂 为选手们加油喝彩 屏东新闻张伟刘建荣采访报道